警队高层土耳其豪华考察团风波持续发酵 巫统青年团团长阿斯拉夫昨天抨击财政部长林冠英 对伊斯兰教义不敏感才会批准博彩管理局赞助考察团 林冠英今天就反击 揭露博彩局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获准赞助 嘲讽阿斯拉夫是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为当时阿斯拉夫正是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全国警察总长率领16名警队高层和家眷 到土耳其考察打击网络赌博方针 费用全由博彩管理局赞助 无情团长阿斯拉夫昨天抨击财政部长林冠英 对伊斯兰教规和人民情绪不敏感 才会亮绿灯 允准赞助考察 林冠英今天在部城出席财政部和关税局首度联办的新春活动后重申 对土耳其考察团根本不知情 反指阿斯拉夫对他有偏见 企图玩弄情绪 林冠英进而爆料 指出博彩管理局早在前朝政府执政期间就点头赞助 当时阿斯拉夫还是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另一方面财政部早前宣布 关税局去年成功征收54亿令吉的销售与服务税 比预期多出超过三成 林冠英期望今年能够维持亮眼成绩 提高税收 振兴我国经济 八度空间陈欣仪部城报导 明镜与服务税